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的话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列席官员跟在场的委员 在场的委员有我们吴玉琴委员 吴怡丁委员 好 那今天列席官员有 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 公务员承介委员委员长江仁修 行政诉讼及承介厅厅长简慧娟 司法行政厅厅长许文华 刑事厅副厅长吴秋红 秘书处处长杨思璇 资讯处处长赖武智 台湾高等法院书记官长邱忠毅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组编人力处专门委员吴迪文 培训考用处专门委员黄群芳 全市部法规司专门委员黄慧琴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简慧 今天与周三是两天一次会 排定的议程是邀请司法院秘书长列席说明 司法院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 并审查司法院含情审议公务员惩戒法修正草案 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 现在请司法院林务署长针对防疫措施及修法草案一并报告 發言时间六分钟 好 明月长请 主席各位委员早安 本院即所属各机关的防疫应变措施 主要分两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就是审判的工作领域 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在小规模的感染的状况下 那么我们目前基于4-665解释所要求的法定法官原则之下 那么我们仍然依照现有的事物分配的代理次序来处理 如果规模扩大的时候 那么我们预计到这样的情形 那么在这个礼拜之前我们要求各法院 将法官的代理次序的规模更为扩大 那因此再做一个补充方案 那么这个根据法官法24条第三项的前段 这个要由院长征询相关的庭长法官来决定 这个是审判事务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所有同仁的部分 如果同一个办公室同仁有需要隔离或居家检疫的 那么同办公室的同仁就应该要分区异地或居家办公 并且全部戴口罩以防止疫情扩散 那么这个办公室跟需隔离或居家检疫者所接触的场所应该消毒 管制进出及其他必要的防护措施 例如公文应该先经过消毒 才可以交换 那14日之后就复归原办公室来办公 这个重点在于启动分区异地跟居家办公 那么同一个楼层如果有两名以上的同仁有需要隔离或居家检疫的 除了落实上述我所讲的这些措施之外 同一个楼层的同仁在 这个楼层的同仁在14日之内 除了因为公务有必要 那应该避免跟其他楼层的同仁来接触 以上简单的做这个报告 另外关于公务员惩戒法修正草案 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 这个原油主要我们是要因应这个 四字752号解释跟396号解释的要求来修正 那么关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部分 我们既然已经法院化 因此我们就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改为惩戒法院 委员改为法官 那么委员长就改为院长 那两部法案最重要的就是 为了救济程序呢 那要建立一级二审 不管是在法官所定的 就法官的职务法庭的部分 那个是在法官法定定的 那个是在今年7月17要施行 那么关于公务员的 呃 惩戒法庭啊 那我们也要在 在这法案里面啊 才一级二审 那 以上报告 其余的就请参列书面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呃 呃 呃 那这个公告里面 其实在这过程中 其实民间团体 有蛮多意见提醒 好 但是好像 呃 没有好的一个沟通 所以 相关的这个组成 呃 组织规程也还是照原来 呃 我们司法院公告的一个 呃 内容来通过 呃 那现在就是呃 呃 我知道就是说 这一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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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那也謝謝吳委員給我們這個機會來說說明 那現在評鑑委員會目前 他其實現在的運作本來就是有四位的專責人員 在負責他們的一些行政業務 那未來呢 新智實施以後 因為開放了案件當事人跟關係人可以來申請 所以我們估計他的案件量會增加 那所以為了確保這個新智上路能夠順暢 所以我們初期是規劃增加一倍以上的這個專責人力 並且設置科長一人 來在這個評鑑委會這邊來統籌各項的一個行政業務 那你地點是在哪裡 是在那個第二辦公大樓在那個貴 就是在你們司法院內部 不是不是 是在那個那個叫 魏陽街跟寶慶路 所以不是在你們司法院第二辦公室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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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跟那個台營租了一個辦公室 辦公大樓那總共有三層樓 所以不是在你們的主要的司法院自己本身的辦公室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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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成立之初就已經是獨立出去在外面了 我問的是他那親民度怎麼樣 就是說民眾到那邊的那個那個感覺會是 因為還沒去看過 還沒正式成立 那他對民眾的親近感如何 如果很怕他是在你們司法院內部的話 民眾要去對所謂的法官做這個所謂的評鑑 或者是所謂的對呀 這感覺就是你們在自己的司法院裡面 他們的感覺是害怕的 或是根本還有還有一些相關的書卷 書狀和善本都要他們自己寫 這對他們來講 一般民眾來講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應該說困難度 是是謝謝委員 那這個部分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的評鑑制度 目前在7月以前的評鑑制度 他是一些機關或者是律師來幫忙協助 就是申請人他本身不是個人 大家都是機關團體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書狀或善寫都沒有問題 就是一般民眾 現在因為是一般民眾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說在上路之前 目前那評鑑委會本身他們現在也在籌劃各項的設備 包括月券的設施 那包括一些書狀 一些立稿的一個範例 對都已經在草擬中了 那就預計這在上路之前會公佈在網站上 讓大家去可以看 我們會繼續來監督他的親民度如何 那剛剛您提到的有關就是 會有設四個專責人力 然後大概增加一倍人力 甚至叫科長 會增加設置科長 可是在你們的預告裡面 卻又說是 呃 你是由這個 呃 本會執行秘書一人 然後由司法院指派編制內的檢認人員兼認知 那這個 這個意涵是什麼 是 因為看起來就是好像 你不是 依照法官法事實的一條之二 是設專責人力 來辦理這些業務 呃 這邊來處理的 是 那所有我們的行政人力 都是一個輔助性的 所以那 那因為他的業務量 呃 他會越來越 呃 我們估計 心智上路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這個專責輔助人力 他是會增加 就是以剛剛說的 就一倍以上 是 那可是這個檢認職的人員 對 這又是什麼 執行秘書齁 他其實跟所謂的一般團體講的 所謂的執行長是不一樣 就是剛剛我講 他還是一個行政輔助的部分 那 為什麼會設一個檢認職 就是我們彰顯司法院對於這個 評鑑業務的重視 那 委員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行政機關的檢認職缺 是非常少的 那 我們現在就是在權衡人力運用的一個效能 來看看這個心智上路以後 他的業務增長量 我們再來 評估看看 可是 可是這個就是有一個疑慮 如果一到四十一條之二 司法院應該要聘專責的人力 那你應該在你的指制規程裡面 應該也要把專責人力 像你剛剛提到的 會增加幾個人 然後會設置科長 類似這樣的一個規程 能夠在組織規程裡面定出來 讓大家覺得 你是真的有配置相關的人力 而不是只有看到一個指派 編制內的一個檢認人員 兼任 因為你加上一個兼任 我們都覺得 你是不是在呼嚨 因為他需要的是專責人力 是在法的層次定義的 那你卻是在這邊只寫兼職人力 你有提到其他的專責人力 有其實剛剛講的那個專責人力 包括科長還有剛剛講的那個專責的目前 預計一倍就是八個人 那現在我們已經在組織跟人全部都已經定名了 已經定名了 只有那個執行秘書的部分 他是跟限制一樣 就是先用兼任的 那我們未來再看看他的案件的一個狀況 你還多久會來評估 變成一個專任的 我們上路可能一陣子之後再來評估 再來評估看看那個案件量多少 一年或半年 是可能半年到一年我們再看看 因為還要看收案量 另外一個因為在這個評鑑委員會裡面 有六位是社會公正人士 那這個部分有考慮 因為我大概預測你們大概到最後 因為你們還是經過相關的都是這個 法官或檢察官或律師們來推薦 那這個過程中會不會都是清一色的法律人 來擔任這個評鑑委員 我們是建議是能夠有一半 這六位有一半是非法律人 那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法官法他的規定就是說 這個有關於學者跟社會公正人士 他是會由法務部 或者是律師全聯會這邊來推薦 檢察官跟律師以外的六個人 那可能是要看他們推薦過來的人 的組成之後 再由院長這邊來做領品 是我還是建議真的 非法律人進來 對於評鑑 我覺得會更具有同理心 因為這一次的評鑑 開放了民眾來做申請 我相信是司法院希望能夠讓 這個相關的一個程序 能夠更開放更獨立 而且更傾聽民眾的聲音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評鑑委員會的一個決定 如果是屬於懲戒 今天我們要處理懲戒的議題 那就是會送職務法庭 那屬於處分的就會送人審會 所以這次程序其實已經保障了 法官的相關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的評鑑委員會 應該是要更開放 讓更多的不同的人進來 那對不起我只是說了結論 這是我的希望請求 那有關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的 組織法的問題 因為我們會進入主條的討論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我知道 在我們職務法庭 特別在法院 法官的一個 這個懲戒裡面 這個有職務法庭 那已經增加了 在48條之一的淡數裡面 有增加了參審員 然後兩名 會參與這個職務法庭的一個 這個何怡婷的成員 那因為我們參議 參審制 國民參審制還沒有實施 也還在 應該也沒有實際的運作 所以我很想請問秘書長 是說目前如果這些 參審員的領選機制 它的標準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法條裡面的內容 它其實是消極的條件而已 那它的領選 還有它的標準的這個在哪裡 那選任之後 怎麼樣培訓 因為它一定可能是非法利方面的專家 你所長可以回答嗎 有關 細部的規劃 可以讓我們市廳長來說明 所以是 也是 不好意思 謝謝委員 那這個有關於參審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正在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新的制度 那我們現在就是還在修它的那個 領選辦法 對 有關於參審員這邊的領選辦法 對 那在7月以前就要完成這些 那目前這個部分都還在研修中 還在討論中 那有相關的訓練的機制嗎 因為我想一下它應該是非法利人 是 它應該要有些相關 又要懂 懂點法律 又不是法律人 是是 我們有 有規劃設計就是說 在這個就任之前 會安排 一些時數的研習課程 那因為畢竟他們在 未來在做職務法庭的一個 合議庭的時候 他會適用到的法規 包括法官法 法官倫理規範 這些都是蠻專業性的法規 那所以說 希望他們在上任之前 能夠接受這一方面的一些 對這些規範的了解 那這樣子未來有助於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可以比較順利的 能夠在這個案件進行 能夠的處理 那它的離險機制也是最近會訂出來 對對對 我們陸續會 會在 7月就要上路了 現在3月中旬了 對 那已經 對對 已經 有一定程度的快要 快要產出 對對 可是這個還是會經過一些 程序的預告 細部的一個規劃可以 再來送給本 官公司來了解一下嗎 是是是 沒問題 我們在跟委員這邊 這會後再做報告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謝謝武器委員 那就司法院 要不要再去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法官法 還有評鑑委員會 你們的設立 那個什麼 細則的修正的想法 還有其成 這個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請李貴民委員發言 好主席 那個我可能在發言之前有個程序問題 所以拜託時間先不記入 因為我沒有問實體的問題 第一個程序問題呢 我要請教一下那個司法院 今天的這個議程是 你們請託這個周遭委排入的嗎 沒有 沒有 沒有是吧 OK好 那如果司法院沒有請託的話 那我想就是我們自己那個委員會的問題 我會拜託就是不耽誤其他委員的時間 等到這個會後之後再拜託那個秘書讓我知道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選舉周遺的時候 其實對於各個部會的部分呢 其實有做一個安排 好 那麼 所以對於今天的會議就是說 跟那天我們招委的會議 做不同樣的一個安排的一個原因 我希望在今天會後的時候 再拜託 密處讓我理解一下就是說 好好不好 問題那請那個主密再去跟貴民委員說明 跟貴民招委說明 好 我們當天應該是決定那個業務報告 還有法 那個那個立法計畫 那其他的法案是按照慣例是沒有做任何分別的 因為以前我在我也當過別的委員會的招委啦 所以當初我們在當招委的時候 其實對個各部會的這個安排的這個事項呢 其實我們是蠻明確的 其實我們是蠻明確的 就是說 除非有特別的情況的話 其實彼此之間是會打一聲招呼啦 但因為不要耽誤大家時間 所以我想 我們還是直接進到今天的咨詢司法院 但謝謝司法院釐清就是說 並沒有餘悅你的這個 跟這個我們原來的這個安排 然後去特別請託周遭委 那這一點其實蠻明確 那我們進到今天的一個主題喔 今天主題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呢 是關於這個懲戒法院跟公務員懲戒法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懲戒法院的部分呢 其實 其實懲戒有很多啦 比如說律師懲戒啊 法官懲戒啊 等等不同的一個懲戒 各個組織也有它的懲戒的部分 所以當我們直接把公務員 這個三個字刪掉的話 會不會讓外界會認為說 喔這個懲戒法院呢 是所有的懲戒的事項呢 都是在這個懲戒法院裡面 民務長 跟委員報告齁 確實這個懲戒法院裡面 就是法官的 法官的懲戒 雖然規定在法官法 可是它一樣在組織上 不是我是說名稱的部分 會不會讓大家有誤會 因為你現在本來是 我們是把它證明嘛 我們是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變成懲戒法院 這個基本上我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我了解 憲法的規定也了解 大法官四字 這我沒有問題 我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就是說你的名稱上面 你把公務員三個字拿掉之後 單純的懲戒法院四個字 會不會讓大家以為 這個懲戒法院呢 是對所有的懲戒 都是在這個懲戒委員會裡面 都是在這個懲戒法院裡面 而不是只有限於公務員嘛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可能不方便從司法院的立場來看 因為可能要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公務員對於司法體制未必是這麼清楚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其實我有請教就是說 那裡面有很多的 不管是關於會計 會計士啦 統計士啦 通議的這個部分呢 會不會有疊床架屋的情形發生 那這個疊床架屋 因為它跟其他的法院 那個根據法治局的報告啊 他說這個案件量其實是蠻少的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都要去設置這樣的一個情況 會不會有這些的人員 他有他的必要性 然後第二個你這預算來源從哪裡來 我們都知道這次的疫情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民間呢 他可能也會需要很多的這個紓困啊 或者是振興的這些的經費 所以當你在做這些的配置的時候 這些預算從哪裡來 民間長 這個部分啊 可不可以讓我們那個 四星天的許廳長來說明 謝謝委員 那這個部分 原則上如果說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說 直接回答問題 因為問題很多 是是 那個如果我們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會試業務的需要 我們就會編預算的人力 是 但是我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這次碰到全球的這個大災難嘛 他對於經濟的衝擊很大 我們看到那個 國內的餐飲業呢 已經哀嚎一片了 就別別講其他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 國內需要其全國的這個能力呢 是讓我們的產業界 讓我們的老百姓能夠存活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必要性 那當然 所以我在投影片上面也問了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 做這些人力的一個安排 如果這些人力安排 他有疊床架屋的話 那他就沒有這個必要性嘛 但是如果他有的話 我們也理解 因為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我才會問你說 第一個他有沒有疊床架屋的情形 那你的預算 你不能夠說 你已經做了這個組織之後 你再去考慮你的裁員 從哪裡來嘛 是不是 那你剛聽您的答案是說 您其實還沒有做規劃 但你認為即便通議的部分 因為公務人員理論上來講 他會 他能講中文呢 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你在裡面舉的例子裡面說 這個他可能會需要有 什麼東南亞的語言啊 什麼什麼的 因為一般的法院 其實我覺得很不相同 很不相同 所以你的通議 有這樣的必要性嗎 然後你講你的會計師跟統計師 法治局已經很明確的點出來說 他認為你這個就是疊床架屋 他甚至認為說 你是不是這些可以合併 簡化這個人事 在你規劃的時候 有考慮過這些嗎 是 公務人員報告 就是說通議的部分 其實是在現行法就有的一個規定 並不是這一次爭執的 那未來就是說 事實上如果是有外國語言的話 現在我們是有特約通議這樣的制度 事實上也不是屬於這種法定編制的通議 但是容我打個岔 我的意思是說 你既然在修法嘛 既然修法 它就不是只有真烈嘛 既然修法 它就是你認為它不對的地方 你要把它改掉嘛 不然怎麼叫做修法 始終都是把新的加上去 沒有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淘汰掉的話 怎麼叫修法呢 是不是 你既然修法了 好的你要留存 好的你要加進來 壞的你就要排除掉啊 怎麼能夠壞的你不排除掉 然後持續的一直加進來 那就會變成 負擔會變成很重嘛 這是我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呢 我想請教 就是說 務長 因為我們都知道啊 那個應該要考慮 其實相併的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非常多啦 我們知道制裁法院呢 基本上來講 他還算是還蠻成功的 制裁法院 他有他的專業性 他其實蠻成功的 可是呢 呃 我也知道實際上面的情形呢 制裁法院呢 這些法官 當你把跟他一般的法院 拆開來一個專業的法院之後呢 這些法官或者裡面的人員的升遷的部分 其實他升遷的管道就狹隘了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 呃 因為我知道這個是實際上面面臨的問題啦 所以你現在把這個呃 懲戒法院 拉開來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那相關成員 他的升遷 你是怎麼處理的呢 是不是會讓這些人員他覺得說 欸他這個 雖然一開始 他覺得有他的專業性 也備受尊重 對不對 可是他的升遷管道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受到影響 會還是不會 務長 那這個這個部分也讓我們許廷長來說明一下可以 好 呃 所以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 你這次的修正 他你並沒有整整個整體檢討整個法案 你這次的修正只有單純的把它證明化而已 證明化的然後再加上就是因為職務法庭7月要過來 呃呃呃就是公勢呃呈借委員會這邊 所以我們有做了一些呃把它法庭的一個呃呃 事物分配更细致化 那这样子会不会对全老百姓来讲 一个法案的修正的时候太草率 会不会 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第二个问题呢是 其实里面有很多配套的修正应该要做的 那你这次在修正理论上面来讲 最起码在司法院管辖的相关的法规的部分 也应该一并提出啊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当然理解 他有其他的下一页谢谢 我们刚知道里面有一些法条的规定 法律的规定不归司法院管 但最起码我们看到前面几个 前面四个都是司法院相关的 里面也有用到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啊 那这个相关的东西 为什么司法院并没有一次的都提出来一并修正呢 司法院管辖的理论上来讲 这个就是本习觉得不太懂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这个都是规别的机关 这个我理解 因为不在司法院管辖 但是司法院管辖的部分里面 用到相关的用语的时候 为什么司法院管辖的部分没有统筹的处理 能不能麻烦秘书长说明一下 我们在28条这边已经有 我们在28条的时候啊 不是这个条文 我是讲其他的规定 其他的规定的部分也有同样用到名称的 为什么没有统筹在这一次的修正的时候就一次提出来 我理解里面有一些的条文呢 它是不归司法院管 那当然司法院没有办法处理那些 这个我理解 但是归司法院管的 既然是司法院管的条文 为什么没有在相关的条文呢 在一次里面同时提出来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问程序问题的 那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认为今天要一个很负责的一个态度 就是相关的东西一次讨论 一次修正 我们一次把所有的问题一次解决 但是为什么今天通过了一个东西之后 然后接下来又有别的东西 他因为你通过这个东西呢 他其他东西他的名词不对 他又要修法 然后还要再举行 其他 为什么需要做这些劳民伤财的事情 为什么 这个是我的问题啦 那如果没有讲 你现在不能够回答 没关系 本席始终认为正确的答案比较重要 所以即便现在没办法回答 再拜托会后让我知道一下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证明这么重要的事情 相关的规定 在司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 司法院不能够处理 还有呢 因为时间到关系 所以我就只有提问题 再拜托会后回答 本席其实呢 一直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法官助理 在国外啊 在国外当法官助理 其实是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 你会看到很多大事务所呢 法官的助理他当过之后呢 他到外面事务所职业的时候 是大家抢的要的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法官助理的部分呢 在国内部分平安讲 数值不高啦 数值不高 所以对于法官助理 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支援法官助理 让他们能够协助 这个 这个相关的法官处理事项 也拜托 这个司法院在会后 能够一并提出来 因为现在时间到 我就不耽误其他委员的时间 以上谢谢 好的 好 谢谢李贵明委员 接下来我们就请吴委员怡丁发言 谢谢主席 艺术长早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公务员的惩戒 它的启动的机制是什么 就是 这个案件开始了 是因为有公务员被寄过吗 还是说有民众来检举 它的启动的机制是什么 简单的就 启动的机制 就是它在职务上有 违法或失职 那是可以由民众来检举吗 还是必须要 它已经在它的单位被寄过了 才送到这边来 这个部分就是要由 它的原来的 公务员所属的机关 它就特定职位以下的人 直接移送给我们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或是一定职位以上的 要透过监察院来弹劾 OK所以并不是透过民众检举 OK那我想要问的是说 我们一直提到公务员公务员在整个法条里面 可是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说公务员到底是指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公务员可以很广泛的被定义 也可以很狭义的被定义 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话 所谓最广义的公务员是 只要是领国家薪水的人 即使是约聘临时雇员也都算公务员 那依照公务员任用施行细辙的第二条的话 公务员就很狭义 指的是各机关组织法规中 除了政务人员以及民选人员外 定有职称机关等职等职人员 那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我们这一个公务员的惩戒法 它的适用的范围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委员报告 工程法对公务员并没有定义性的规定 那实际上是以公务员服务法 第24条的广义公务员 作为工程法上的公务员 也就是说所有奉级的文武职公务员 及其他公营事业机关的服务人员 那么下列人员就是 工程法上的公务员 第一个是政务人员 第二个就是法定机关任用或派用的 邮寄专任人员 那么第三是公立学校的校长 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 那第四是公营事业机关的董事 监察人经理人 第五是公营事业机构 经国家后其他公法人指派在该机构 代表及执行服务的人员 这个分别是在公务员惩戒法 公务人员保障法 还有大法官解释的4-308 24-305 还有公营事业代表名股的董事监察人 这是在4-92-101 那没问题 我只是要确定说他有被明确定义 是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公务人员如果有下列的情势的话 应接受惩罚 第一个比较没有问题 违法执行职务 代于执行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 那第二个我觉得 还有点包三包海了 就是非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以致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 我想举个例子说 假设说有一个公务人员 他在公务的时间以外 完全是失人的时间 失人的行程 那酒驾了 那他被被判酒驾的罚者 那他还要过来公务员惩戒吗 因为他确实是违法了 也损害了政府的信誉 这样子你觉得要 也要再受公务人员的惩戒吗 一个酒驾的例子 这个个案的判断 第一个就是情节严不严重 这个我们第一个判断 当然是主管机关 第二个就是监察院 第三个就是由我们惩戒法院 就是目前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来判断 这个我们司法行政 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个具体个案的表示意见 他其实不是个案啦 应该是说我们可以看像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农委会的官员 他是11指等 这是去年 对不起 这是2018年的新闻 他是一个11指等的文官 他接受了厂商的招待 最后还酒后驾车出了问题 酒车被零减是0.98还蛮高的 那最后呢他就是出现在某一个名导演的脸书上面说 这样子一个case既然还是烤鸡夹等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点跟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条件有点相抵触 因为这个文官它已经是违法了 而且严重的损害政府的信誉 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把公务员的惩戒条件放入这一条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变得很模糊 我们到底什么该办 什么不该办 请说 行程厅的检听长来回答 谢谢委员的这个垂巡 关于这个部分 刚才委员问的是关于考基的问题 假设这件公务员 他是有受到这个主管机关 或是监察院弹劾到惩戒法院 那当然惩戒法院他的判断是怎么样 我们这边司法行政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至于考基要不要给假等 这个是由主管机关呢 也就是他的这个服务的机关的首长 他这边要不要给他考基夹等 假设他受惩戒了 那他还给他夹等 可能是要在是不是要在这个他们的 这边要检考 这个案子是连惩戒都没有 所以其实我的问题是说像这样子的案子 我们怎么断定他是不是该受惩戒 其实我认为啦 我个人认为他已经有酒驾的那个处罚了 那如果再惩戒的话是有点双重的惩罚了 所以我才会好奇说我们公务员的惩戒要件的第二项 是不是应该要再加一下说 但所设案件如果与公务不相关的话 不再此限 因为你第二个变成说非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 这样等于是他其他的违法行为都包进去了 是不是有点太广泛 这大概就是我的argument 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像那个法官法的话 他就讲得很细嘛 法官法第30条他就有列说 明定说他如果是有下列各款情绪的话 应付各案评鉴 所以他就是讲得很细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施行信者 是不是可以再讲得细一点 或者是在公务员的惩戒要件那边 可以在第二条的部分 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是这个委员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在相关的这个 施行信者或者说执法的里面 去再把它做一个明确性的定义 我们可能可以收集这个实物上的见解 去把它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 不然你这样你会有很多麻烦的民众来问说 你不是有这个法吗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上承戒法庭 那如果每一个人又上的话 我们承戒法庭已经是负荷不了的 那最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承戒法庭你们第五条 最后一行你们加了说 承戒法庭第一审所为第一项之裁定 得为抗告 那我们知道抗告的时候 他的职务是被暂停的吗 就是在第二审发生之前 他这条是规范那个公务人员的那个停职 就是说没有主管机关的停职以后 他由承戒法院来停职的 下停职裁定可以让他抗告 那他可以抗告了 他提出抗告之后 那停职这件事还是发生吗 还是他就恢复了 是他还是 他看那个停职的裁定没有被撤销之前 他还是裁定还是有效的 啊OK所以到他第二审之前 就是一审和二审的中间的时间 他还是停职的 是OK那给薪吗 停职部分是停 是半缝 半缝 是是OK好 我只是希望说OK 我觉得应该停职 因为如果有重大事件 假设是一个军人或者是警察 他们持有 他们可以重拾一些比较危险的事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停职 可是我也会担心 如果是被误判的话 他也确实需要生活上有一些收入 以上谢谢 好谢谢吴玉丁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运鹏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团长 各位团长大家好 那今天还是请教秘书长 那我记得上个礼拜跟秘书长 有关于司法院的立法计划的时候 也有谈到一点 公务人呈戒法庭 的事情啊 那今天我们办公室在研究了一下你们统计数字 会有一点修正 但是这个修正是站在立法 那个司法院这一边的啦 等一下做一些调整 先跟秘书长报告 那那个 不过在这个讲公务人呈戒的时候 我先帮秘书长 这个我讲就好了 你稍微听听听 因为公务人员 要管理这个国家机器不容易啦 所以公务人员 我上次礼拜有讲说保障太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 变成一级二审 有点疑虑 怕会拖时间 那保障太多的时候 刚刚听几位委员在谈 其实对于公务人员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免职啦 到底走的是机关内的行政惩处 还是走什么行政诉讼 还是走公务人呈戒 我们都搞不太清楚 因为对我们来说都叫惩戒啦 那其实差别很大 那我先分析一下 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大家在新闻上面 看得到的这种 违法失职 或那种骑行怪状的公务员 大概就是走烤机法 做免职的处分的 你讲这样没有错嘛 所以马上让机关可以展立绝啦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就把烤机处理掉了 那就那个 那个下个月就不要来了 所以大幅的减少了 我们送进那个 公务人员惩戒法庭 现在职务法庭这样的机会 所以那个大家在媒体上面听到这种 严重的新闻的严重违法乱纪 纪两大过免职 都不是你这边处理的 对不对 都不是司法院嘛 那大家会以为说 公务员的处分 都到免职了 都到两大过了 应该回不来了 那结果也有发生过 很奇怪的案例 我等一下再讲 那因为这个免职的处分 因为属于行政处分了 他们机关内就处理掉了 所以他的救济就是走行政诉讼 那外面的社会的印象 会认为说 你应该结束了 甚至有的还领不到退休金 可是事实上不会 不是这样 如果你走考基法 虽然可以及时处理斩立决 但是他免职后还能够复职 这个虽然很少见 但是很显然的 现在已经变成机关内 如果首长有心袒护他的时候 会用考基法来作为法律漏洞 让他再复职 所以比如长你看一下 这个郭冠英的案件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执政 那因为郭先生 他省级情节太严重 严重到他长期用笔名 在公开言论上面 去侮辱政府啦 不同意见的啦 甚至是侮辱其他省级的人 最后两大过免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时候台湾省政府 那个省主席敢用 让他回来做了半年之后 顺利退休领退休金 这些台湾人为什么会认为说 公务人员保障太多的一个 经典案例啦 非常恶致 那如果那个时候 他这个案子不要展立决 要求这么高的效率 做政治处理的话 他如果送我们公务人呈见 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就会 我认为就不会发生 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 就会拖很久 就会拖很久 所以我一直上礼拜 在跟民主长讨论说 不要造成这个 拖太久 社会会觉得没有耐性 那这个是我的用意啦 所以走考基法的 那个行政惩处 他的漏洞就在于说 大家没有杀到底的时候 就会造成他可负责 可负责社会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修这个 公务人员惩戒的这个 那个叫职务法庭好了 那不只是在审级上面 去做一级二审的处理 我是认为说 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品质 这一点我就要肯定了 那回过头来讲说 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惩戒法 移送惩戒的条件其实蛮严苛的 应该这个两个我不用说明了 虽然看起来是还蛮抽象的 违反职务啦 待遇职务啦 这些 那但是其实对于机关要送的条件 是很严苛的 那其中九种处分 比较常用到 就是我用紫色写的这几个 测职降级减减凤 寄过跟申戒 好 那我们办公室去研究一下 这十年来的送惩戒的案件数 这个案件数其实 增加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开始减少 那减少的幅度 我觉得也蛮惊人的 减少到 甚至说从高峰期的 104年748案 减少成剩下四分之一 剩下187案 所以送惩戒的减少 这个对于我们要改成 一级二审制 应该是有利的啦 应该是有利的 所以逐年减少这个 我不会把它解释成不好的现象 那可见得 这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遇到机关这种 我刚刚讲的那种 及时的严重违法失职 他们大概就是行政处理掉了 尽量不送到这边来 拖席干 那第二个部分呢 那这个就是人数减少之后 你会发现说受惩戒的比例 哇大幅提高 这十年内从最低的51.69 成长到90% 所以几乎是有送必罚啦 所以这个要是值得肯定的 你如果是以108年 以去年来看 有9成 9成1的 那个送进来的 送惩戒而受惩戒的比例 成长到90% 大家就不会认为说 这个好像我们这个惩戒法 惩戒法庭啦 先这样称呼好像都是 很像就是关关相户这样 这个比例倒是可以说服人 那第三个最重的到 比较严重的啦 最重当然是免除职务 撤职的比例 从8%提高到46% 所以在我刚讲的那个 我们用最后一年去年来看 170个9成受惩戒 那惩戒里面有46%将近一半 他就是撤职了 民主长这个数字应该也没有错吧 所以只要送到这边来 虽然案量不多 但是会判的比较严重 所以这个我认为 以现在的名义来看的话 也是值得肯定 然后再来就是说好 那他被送惩戒之后 被惩戒之后再审的比率 其实很低的 数字都很低的 所以从这四个统计的数字来看 送案的人数减少 然后受惩戒的几率增加 然后受到撤职的增加到46% 到最后再审的机会也低 所以我可以这样来讲 就是说现在我们 不管你们名字怎么调 惩戒法庭应该不是官官相互的 是官官相互的这个遮羞部 所以这个值得肯定 所以我在最后就是变成说 我上次讲的 我们如果一级一审改成一级二审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我所说的会耽误到时间 这个会不会耽误到时间 因为来来回回 如果拉得拖很久 为什么机关现在不太送的 自己处分掉 因为现在都有及时新闻了 大家也希望说及时处分 所以在这个时效上面 就要麻烦我们司法院这边注意了 但是时效的部分 并不是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的条文 民主长这个没有错 你们是放在你们的办案期限规则里面 对不对 这个先跟您请教 这个民主长你可以看一下 第四条跟第五条 就是时间拖太久的时候 院内是一年两个月 你们院长就要去督导一下 那如果督导不听 再超过四个月 这边一年六个月 就要送到司法院里面来了 那个民主长是这样吗 时效上 办案极限规则是这样 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不用送立法院的 没有错 那看起来因为一年两个月 跟一年六个月 对外面来说都拖太久了 大家也都忘了这个案子是什么 可是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事实上我刚一开始讲说 今天我要做修正的 说法要修正的是这样 就是真的你去查 他们你们现在的审理状况的时候 也是十年的 十年期啦 你们每一个审计 每一次啦 每一次审你们就一个审计啦 那个每一个案子平均审理案 时间其实 就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多月左右 那但是在107年跟108年开始 时间有增加的趋势 但是也增加到差不多三个月 跟我上个礼拜所讲的 在其他的案件上 每一个审计到一年八个月 我觉得落差蛮大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时间增加 我可以接受 就算以后都是三个月 我也可以接受 那增加的原因 是不是民主长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 还是不可以让我们那个 工程会将委员长来说 OK OK 委员长请说 主席 郑委员你好 这个有关我们这个 那个日数增加 主要在延迟边论 现在当事人他都会要求延迟边论 开庭之后一定会落后 所以案子少了 所以当事人的要求 反而是他会要求的更明确 通常都会要求 那这个趋势你认为 还会再增加时间吗 应该是会增加 还会增加时间 从一百六年开始就会这样 那委员长你觉得平均来说 增加到几个月或几天 你觉得合理一点 我们合理大概在四个月 四个月 所以一百二十天 不可能到一年八个月 通常很少 除非他的刑案还没有确定 所以民主长跟那个委员长 跟你说明一下 就是在上个礼拜 我讲的一年八个月 看起来显然不适用 我们现在的那个职务法庭 那如果说我们 因为但是你们的这个时效 那个要求办案的这个督导 期限限制 又不是 期限规则 又不是要送立法院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为了避免社会会觉得说 公务令 保重太多 然后会拖太久 然后加了一个审级之后 又会觉得来来回回 旷日费时 也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 社会上的误会 我是不是建议你们的期限规则 那每个审级限制三个月 那刚才那个 刚才委员长有说四个月合理啦 不然你们就用四个月为限好不好 之前写的那个一年两个月 一年六个月 你如果沿用的话 会让他觉得说 两审就拖了三年去了 这样没有道理啦 你们把这个合理做 你们自己去调整好不好 应该可以吧 法官法是六个月 所以我们是建议先六个月 可以 人家 那但是你们自己要去调 也不用送立法院啦 这样可以吗 秘书长 这样听到 就六个月 我们回去再讨论可以吗 你们讨论看看怎么样再告诉我们 好不好 告诉整个委员会 好不好 你脱胎 你如果那一年六个月 一年两个月跟一年六个月 不休下来 你要用二审 大家会觉得的时候 你们故意再拖时间 但是合理的给你们期限 反正也是督导行为而已嘛 又没有惩罚 我们这个部分你们 那个讨论状况如何再告诉我们 好不好 是是 好 谢谢委员长 好 所以现在一审的办案期限 因为现在是中级审嘛 就是一级一审而已 所以是一年两个月 是不是 那个委员长 对 对 所以你们 我们现在改成一级二审 你们还是维持在一审 是一年两个月 是不是 一年两个月 是因为有些是有刑事案件 好 那讨论看看啦 因为毕竟是走到 现在我们就没有问题 走到惩戒这个阶段 好 谢谢曾韵鹏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赖湘林赖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秘书长 各位同仁长 那刚刚大家都是问 跟惩戒法 跟惩戒组织相关的议题 那我想这一两天 都还有时间就叫 所以我想还是回应 我们现在在防疫的部分 那 其实我们办公室 也接到一些民众来陈勤 特别就是针对在法院 方面的防疫 那民众是觉得 好像防疫的很草率 他们的意见是认为说 如果是不是可以延后 一些审理的时间 因为船票一来 他就不得不去 那他不得不去 他本人到院之后呢 他就说一定要量体温 没问题就开庭 有发烧呢才能延起 但他说他发现 院内的消防的状况 消毒的状况 做得不好 那我不想 像我们一个委员讲完话 待会就会有同人来 做擦拭啦 做消毒的动作 那现在在我们这个 开庭的时候 在法庭里面 现在的消毒 或者是这个防疫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进行 这个细节的部分 可不可以让我们那个秘书室的洋出展来说明 是 报告主席跟赖委员 那我们在那个就是疫情中心 开设之后我们在1月31号 那司法院就订定了防疫的措施 那请各法院来遵循啦 那有关于刚刚委员所吹询的 有关于消毒的问题 那我们有请各法院要加强消毒 那目前加强消毒的位置是 电梯 门把 按钮 手扶梯 那关系室 那有关于会议室 像法庭 那消毒重点就会是麦克风 是 大概就是在麦克风的部分 那我想还是要事实的跟民众去特别讲 他们认为大部分的防疫 都是保护被告或者是罚警 可是成情人或者是原告等等代理人去 他们觉得好像没有被受到 一定的这个重视程度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缩影 那我想我今天就回应整体 因为你们也提升了 3月11号也开了这个提升防疫的 这个应变的措施 也定了新的规定 包括有远距的这个视讯方式的 这个审理方式 还有会在通风的地方 设这个比较隔离的透明玻璃 等等来做一个防疫 这都是很对的做法 但是先前我知道我们高阴 好像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在这个记者会上 应该就是有把整个防复做到位 那包括整个隔离衣 护目镜 还有审理状况的一些模拟 我想很多的这个民众 都会在这个质问 就是说也怀疑 就是说这样子能够开庭吗 这样子审讯的时候能够叫做直接审理吗 那请教这个秘书长 这个在一般我们刑事问讯等等 一个隔离防复面罩 那个脸部表情啊 语言声调啊 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审理的一个状况吗 跟委员报告 在那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上 如果不得不如此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以防疫为最优先 是 所以防疫最优先的话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什么情况下会启动到 这么严格的这个防护标准 包括他已经是被居家 是隔离者吗 还是他是有发烧就要做着装 然后法警也要这样 法官也要所有人都要这样配备 这个跟委员报告 这个在个案啊 由法官具体去判断 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一些 不得不进行的案件是 比如说是 那个鸡压极限已经快要到了 要延压 或是 那个是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如果没有 没有积极的审理啊 这个恐怕会去 妨碍到被告的人权 等等的 所以他确实是紧急性 强制处分的这个必要性的时候呢 要开庭 这不能言哦 但是说什么样的人的状况 必须要着装到这个程度 是他已经有发烧 是隔离者 从这个疫情区回来的人 就必须着人这样子 还是说你们会采取第二种 就像刚刚讲 可以用视讯的方式进行 现在这两者哪一种为主 那个我们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帮法官去判断 因此是我们措权法官在各案中去决定 所以我了解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审讯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必要性是一定要不能延期的这个状况下 采取的防疫严格措施 但是还是请就是说各法官 他应该也会对于这样的 跟直接审理 或者是这种判断的这个依据上面 也许就暂时不会采取这种 也许就采取你们新的方式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远距提到隔离 我相信这是比较好的做法 那也肯定你们的防疫部分 那第二个问题就要就叫 就是说现在很多我们也接到陈情了 就是说在一个整体一个 刑事被告在从警政署的这个警察局 开始做笔录起 一路要过好几关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审讯 到最后呢在地检署的这个后讯室 或者是在法院的这个后审市 最后可能还是要解压到这个 这个看守等等的地点 这一路的程序里面 有我们的法务部 有我们的司法院 也可能有其他相关的部门 那在你们订定这个防疫整体的 这个提升要点的时候 你们有找卫生单位 卫生单位来一起研议这个防疫措施吗 跟委员报告没有的 为什么不找他们一同来 因为你们整体上经过的空间 经过的这个空间等等的一个协调性 都应该是要有在防疫这个概念下面的一个专业 那你们都不是专业 法务部不是专业 司法院不是专业 我想一般地院更没有这个知识 那为什么不找卫生单位来一起 检视你们的整体作业 是不是合格 是不是到位 就像刚刚民众觉得 你们好像没有做到保护性 那我承行民众就向委员承行 那这部分可不可以改进或加强 跟委员报告 这个虽然我们在定要点的时候 没有他们卫福部的人员来参与 但是在3月3号 我们跟司法院跟法务部有共同召开一个 研商通缉犯等人犯归案事宜的会议 有邀请相关机关来与会研商 这个参考处理原则 这个部分我们原则上决定就是 那个染疫或是有染疫风险的人犯 我们原则上是就地的 不希望他 不希望他经过这么多关 一路一路的造成更大的可能 防疫上的漏洞 所以就是很希望就是说 今天提的报告里面 在针对这样的各个关卡之间 这个法警也好 或者是这个地院里面的相关工作 行政也好 法官也好 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是说 横向协调上的彼此减合的一种机制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你们订定要点的时候 除了找了这个相关的法务部同仁来之外 我是觉得如果像刚刚讲 已经到着防护医 对隔离的这样的要求高标 当然是跟卫福部的规定相符 你们是基于那个原则 才做这样的一个防护的措施嘛 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要先进到说那我们法院 各个地方很多的出入口 那目前有没有实施单一出入口的这个规定 跟委员报告 在我们目前要求的各法院 实际上已经做到的就是减少出入口 我们减少以后就来管制 减少跟管制有没有全国一致 比如说台中令啊台北令 有没有大家说那各自做各自的决定 每个法院的那个建筑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因此各个法院去决定 所以我还是建议 因为这也是我们接到很多陈情 因为现在整体上面大家防疫上 进出可能就要量个体温 要贴个贴子 所以还是基层法警人员的工作量也增加 所以能够减少出入口 甚至全国有一个规定 比如说就是两个或单一个 这样我相信就不会各法院各行其事 或者说一空间呢就自己开放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基层同仁来讲 会无可适从 就是到底听哪一个 台北就这样 那为什么台中不是 这个是我相信是我们这个司法院秘書长 有我的权限可以去统一规定的 那再来比较就是说 整体上面有一些讲到的消毒的这个必要性 那是不是说现在在这个 特别是你们的酒精啊 口罩啦 这些物资配备上是不是还充足 这个让我们那个杨处长来回答 谢谢委员的关心啊 我们的物资 尤其是口罩其实是很不足的 就是我们虽然在第一时间就跟机关署申请 我们所需要第一线的口罩 但是因为机关署现在物资缺乏的关系 所以配给我们的数字是远远低于我们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截至目前为止呢 为了管理口罩 那我们司法院呢也成立了一个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防疫小组里面 有讨论过口罩分配的原则 那我们也特别在我们的内网 那设立了一个口罩的管理的系统 让各法院上来填报 他们每天消耗了多少个 实际需求多少个 大概不足量是多少百分 还一半 一半以上 我相信是 所以我说才利用这样的宝贵时间 还是很提醒 也很感谢各位在这个第一线 也等于是防疫的这个重要的基地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法院或上次讲的 这个矫正机关呢 有发生这个群聚感染的问题嘛 所以才特别在这个地方提醒 也希望我们能够争取到一定的这个防疫物资 那比较再问一下 就是这些被告 他的这个手口脚疗这些借鉴 会进行消毒吗 还是不需要 他们这种借鉴 因为这些对于法警来讲 他一定会碰触到一些状况 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SOP 这个是 我们要求这样子操作 那各法院也目前回报回来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 那我想我今天这个咨询里面 就比较强调啊 就是说 总体上面当然很期待我们在这个司法相关的这个部门里面呢 能够重视 因为这一些不管是被告啦 或在法院中进出的这个民众 或者是我们法官自己啊 不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感染 那才能够说提升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不管是采取隔离训问啦 或者是远距等等的方式呢 已经达到我们的防御的这个重要的目的了 那接下来就是第一线同仁的 像法警的部分 像我刚刚讲到陈琴民众的心声喔 那希望秘书长可以带回去 整体上面再检视一次我们的SOP 谢谢委员 谢谢 好谢谢賴湘林賴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立文政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喔 那感谢司法院喔 那上个礼拜经过我们执询之后 这个礼拜一来就提供了你们的防疫措施的报告 那我有看到你们里头的报告喔 就是说呃 我这样我先请教司法院喔 我先请教秘书长 就是说你们这里有提到就是说3月2号 有一个从大陆地区返台投案的通气犯 那因为他投案嘛 所以逮捕之后当然就进行了 进行了积压 所以你们呃 法院不是你们啦 就是法院啊 呃 了解可能存在的防疫风险 所以呢 他们在设置临时法庭的时候 是在户外的空间 那有量体温确定没有发烧 但是呢 接下来法院提供了手术的防护衣 口罩 护目镜 等于是全副武装了 到场审理的法官 书记官 法警 也全程 穿了防护衣 口罩护目镜 我想先请教一下就这个案子 这位投案的大陆地区的这位通气犯 他回到台湾之后有先进行隔离吗 隔离14天 你们知道吗 有吗 这个跟委员报告 那照这个程序来看是 是应该我们就直接收过来的 那当时 因为我说你收了以后 他就积压嘛 那积压他也是可以隔离啊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监狱的管理里头 是根据委员 对是 委员垂群的 我们跟 我们根据 法院端的回报 是 这一位被告在后来看守所是 依照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 是送到医院去隔离的 所以他在医院隔离中 被调出来 出庭 还是隔离完了以后 才到法院出庭 跟委员报告 这个从头到尾 就是一直 从 航警单位开始 就一直 对1922通报 那么所有的程序都是 接受疫情指挥中心的 没有我要知道他有没有 他是隔离中 出来出庭 还是隔离完出来出庭 你们知道吗 因为他是 因为他是缩压以后才发烧 所以疫情指挥中心才 要求把 这个看守所把他再送到医院去 就是这样 原先是没有状况的 所以他在出庭的时候 没有发烧吗 他是出庭以后被送到医院去 还是出庭的时候 出庭以后收压 就送到看守所 出庭以后 对 一直在监测 我了解你的意思 所以他这个出庭是鸡押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他这边在户外的这个庭 是鸡押 那个是在二楼的阳台 那所以 因为你们是因为是鸡押 的关系 所以必须 不能够延误 必须当下 就开这个庭 决定要不要鸡押 对 但是现在我们有更 我们现在有更进步的做法 就三月二号之后呢 那我们 司法院核定了就是扩大 那个刑事远距讯问的作业要点 我们把把这一种情形也列进来 说可以远距讯问 所以之后 这种情况应该会减少 所以他应该是 投案 逮捕 然后先进行 一定是第一个标准动作是量体温嘛 但他没有症状 没有发烧 所以你们就开了鸡押亭 可是你们在开鸡押亭的时候 是全副武装 是 开完鸡押亭回到了开守所之后 他才出现发烧的症状 是 然后才送到医院 那个是跟发烧以后一样 对啊 就发烧以后才送到医院嘛 那送到医院之后 并没有确诊 对不对 因为有确诊的话 新闻应该会出来了 检验结果是阴性 对不对 并没有确诊嘛 好 所以说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他回来 为什么没有先隔离 那先隔离了两个礼拜 确定 他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 然后确定他是阴性了之后 才出庭 你懂我的意思嘛 那如果说他在先 他应该照理讲 他应该是要先隔离啦 先隔离 然后呢 问题是他既然隔离 你们没有办法积压他 困难在这里是不是 怕他在外面趴趴走 像他这种回来 他应该是合乎 自主隔离的标准嘛 对不对 跟委员报告 那个宪法要求 那个逮捕之后 24小时内要送到法院 OK 所以说他因为他 因为这个宪法的规定 因为24小时人生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 因为这样 他不能够回家先自主隔离 然后再去警察局 然后再开始这些程序 是 那跟委员报告 目前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克服了 是 就是我们多方会议以后 在这种状况 你用远距的方法吗 我们用远距的讯论 就在航警局 让他定位在那里 嗯 然后就在航警局交接 嗯 那么 最后如果裁定羁押 我们也在那个地方交接 那么从头到尾完全接受 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导 嗯哼 所以说他们到了看守所之后 他基本上 是被隔离的 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两个礼拜的 应该要隔离的期间嘛 那他因为你刚刚讲的相关的规定 所以他必须要开羁押亭 然后决定要羁押 羁押就送到看守所 他送到看守所的时候 是被隔离的吗 那在看守所里面的状况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代委回答 哦 所以你这个你们不清楚 那回过头来 因为你这边有讲到说 因为这个case 还有你这边讲到说 道庭询问的时候 借护人员必要时 要也是一样 就我刚刚说的 隔离防护衣啊 要全副武装 因为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除非 这什么样的必要的情形 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刚刚讲的 因为是一个临时的案件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们非不得已动用了这样的一个全副武装的装备 但事实上就是说 因为第一个 防护衣隔离衣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宝贵 在这个时候非常宝贵的医疗资源 不应该被不当的浪费掉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 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协助 那因为如果你在穿隔离衣 防护衣 如果没有穿戴好 使用没有正确的话 穿的也是白穿啊 那这也是一种浪费啊 那如果说 已经到了 要穿隔离衣 防护衣的地步的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 非不得已的情形 非要这样子才能够开庭不可 因为你知道医疗人员 什么时候要穿隔离衣防护衣 要帮你检测的时候 因为要检测那个危险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咳嗽啊 他甚至会呕吐啊 所以检测的医疗人员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高风险 他没检测一个 他要换一次防护衣 还有就是说 他要接触确诊的 他在高风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说 原来在法院你们都要用到 隔离衣防护衣 那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如果是一个不当的使用 说实在的 也是很风险很高 并不是说穿了防护衣就 就没事了 那如果说 他都已经有确诊的高风险 他为什么不是送到医院去 还在法院受审理 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应该完全的排除呢 跟委呃 跟委员报告 也就是说 在3月2号 这个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多方便 我知道 经过了这个案子之后 未来 还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状况 说非要防护衣出庭不可吗 你提到的 不管是远距 或程序上的调整 有没有办法全部的避免 我是认为应该要全部的避免 吴唐公 还所有的人通通穿的防护衣隔离衣 护目镜开庭 那就不应该开这个庭了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 我们希望是如此的 但是个案 个案的状况 不一样 我们要由法官去具体判断 因为案件的 是不是非开庭不可 还是要由法官来判断 对 那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觉得说这一个开庭的状况 必须要穿防护衣隔离衣呢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说 法官能够多注意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帮法官决定 因为案件的进行裁判 不是我知道 法官决定不是要不要穿防护衣 法官决定是他决定 有没有要开庭审理的必要 对不对 要不要穿防护衣是你们的决定 不是 就法官决定 但是你们觉得 这中间不管是犯人 通常是犯人 或当事人 因为如果说是 法院的职员的话 他就应该更隔离 他就不应该来上班了 对不对 如果是法官的话 他也应该隔离 不应该来上班了 那一定是非不得已 必须出庭 那一定是刑事被告 不太可能是民事吧 对不对 一定是刑事被告 那如果 所以一定是这个刑事被告 譬如说他确诊了 那他如果确诊了 他还要出庭吗 这也很违反人权吧 确诊基本上如果确诊 他就应该送到医院去了 对对对 他就在负押病房 他就已经在负押病房 他也不可能 因为他在负押病房 法官说不行我非要开庭 他非要来不可嘛 对不对 那顶多就是远距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什么状况之下 要带到护目镜 防护衣 全副武装 不是只有戴口罩 不是只有保持距离 不是只有开窗啊 那是什么样的被告 有这样的一个高风险 需要用到这样的高规格 跟委员报告 我们希望以后这个状况 不要发生 就是不必要这么样的冒险 如果可以的话 但是 我觉得不是不必要的冒险啊 我觉得你们是在浪费 这宝贵的医疗资源啊 因为他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风险 可是你们却全副武装开庭啊 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风险的话 他怎么可能还在那边出庭呢 那他怎么可能还在看守所 或者是在监狱里面 那监狱里面不是爆发群聚感染了吗 是这个部分我们尽量接受委员的意见 是不是 好谢谢 好谢谢政委员 那民主长可以回去救这个个案吧 他当时应该是不是要开 好 那家庭是要 到底是聚保还是炎压 还是什么 反正法庭上一定要经过训问嘛 不要经训问嘛 这个程序 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沒有除非法院必要的程序不然就不要倒庭 大家現在在物資 還有這個相關的必要情形衡量之下做一個決定 你們再把相關的那個案子的程序 讓政委員了解一下 可以的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劉士芳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先請教一下司法院 其實我們在上一次到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經過很多委員的強力建議 讓這個司法院在對於這一波 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的部分做防疫措施 目前可以看到現在有一些進度 但是我覺得仍然不夠 我們常常聽到疫情指揮中心說要做超前部署 我覺得司法院你是延後部署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疫情指揮中心 有防疫小組會議 對啊 那是二級開設是一月二十三 你們二十九才開設嘛 對不對 是 那我問一下從當時二級開始開設到現在啊 目前在司法院的統計系統裡面做這個隔離 或者檢疫統計的話 在你們自己所提供的資料裡面 就是總人數大概是二十一人左右對不對 還有上在隔離期的 還有已經解除隔離期的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這二十一人當中 他們的職稱是什麼 二十一個人裡面啊 有兩個是法官 其他的都是法院的職員 兩個是法官 那麼到今天三月十六為止 只剩下有兩位職員在自主健康管理 好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兩位法官那當時他們如果在隔離時候呢 他整個的法官的業務是怎麼做處理的 有替代方案嗎 跟委員報告那個都是自主健康管理 他不是隔離的 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他就是戴著口罩去上班 應該是 應該是 就表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嘛 我要確認一下好嗎 幫我查詢一下 那另外剛剛院裡頭的同仁有報告說到 一月三十一也就是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一月二十三開設之後 我們跟疫情指揮中心要求的口罩的 口罩的獲配率只有百分之十五嘛 那現在已經是一級開設二月二十七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口罩的 貨配率的比率有沒有提高 可不可以讓我們那個密事處 麻煩一下 現在貨配的比率有沒有提高 提高一點點 請你告訴我實際上的數字好嗎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疾管署有特別交代 我們不可以交代數字 他們還蠻為難的啦 那 疾管署有告訴你們不可以交代數字 因為各機關 你們這邊的人命都不是人命啦 抱歉 因為他是意思說各機關之間會互相評比 會對他們帶來困擾 不是 你現在已經在你們自己的報告裡面說 你們的口罩獲配率只有百分之十五嘛 非常為難嘛 但是我們都知道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經濟部跟很多口罩國家隊 已經可以生產的口罩數量 已經從八百多萬 快接近人口的一半一千多萬 那就表示說 我們在公務機關的貨配比率還是很低 那我請教一下 那你們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這樣子 我想所有的公務員 包括司法院也都是公務員 也都是一般的人民 也都有健保卡 所以他們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到外面的藥局也好 或是用網路上面自己自備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請教一下 那請教一下 我們要求我們的員工 也要去 就是去 健保藥局去購買 自己去購買嘛 所以一般來講 目前尤其在北部區域 如果按目前這兩天來看待的話 這個我們的這個新確認的都是境外移入 然後都是北部為主 北部區域在那個密閉空間 有冷氣的那個空間裡面辦公的這些人 是不是盡量能夠戴口罩 不一定是公務機關配給他 他自己也要攜帶 不是這樣子嗎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呼籲 有還是沒有 還是說我不行 我就是一定要公務配發才帶 沒有的話我就不帶 傳染給別人我就不管他 我們完全依照疫情指揮中心的指示 我建議秘書長這邊可以再交代一下 第一個疫情指揮中心 其實他們有對於所謂的社區監測感染的部分 提供很多方針 那剛剛就是說你們對於這個 有這個通緝犯回台在嘉義的時候 是在大庭廣眾下面做這個開庭嘛 那是一個的處置方案 但是呢為了避免社區感染 而且未來可能三個月六個月 是不是還有很多收治的這些人犯呢 也會出現這個情形 所以盡量能夠用其他的替代方案 不要說我事事依賴這個疾管署 疾管署說沒有你們就說沒有 不能這個樣子 應該是想方設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同時呢您剛剛有提到說 有兩位法官確診其他是職員 那我要問一下 那現在 我跟委員報告 那個不是確診 而是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管理 對不起我講錯了 那我要問一下 在異地辦公你們現在都已經 部署完成了嘛 但是異地辦公的時候 會增加很多工友跟清潔工的人數 你們有沒有想到說 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漏掉 從以前SARS的經驗 還有現在在很多醫院 尤其在急診的部分 或者是說在做這個像這個 這個飛機的這個機艙的清潔工作 通常會染到這個疫病的 都是我們沒有看到的人 譬如說清潔工 或者是這個清潔打掃的人員 那請問一下 在異地辦公的時候有沒有 對於增加清潔工 或是工友的人數 做這個分配 或是做其他的處理 有沒有 讓我們楊處長來回答 好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們的基層工作人員 那就我們清潔人員的工作 我們其實是很關心啦 那我們首要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提醒 他們能夠戴口罩跟戴手套 那希望還是強制 提醒 提醒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口罩 可以提供給他們 所以 但是我們都有 隨時在關心他們 那也跟他們的所屬公司要求 請他們務必提供給他們的 員工 你們怎麼那麼佛心來著呢 你們沒有辦法提供給他口罩 只能提醒他們要戴口罩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 因為清潔工最大的麻煩 他是一個辦公室 一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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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連鎖去處理 他不是說我處理這間回去我就沒事了 這樣子是增加很多交叉感染的機會 我想這是我們的 common sense 然後他們戴不戴口罩 你們只能做提醒 秘書長 這樣對嗎 根據我們的了解 他們所屬的公司都有提供口罩給他們 那你就是要強制要求 因為我們就是不希望在我們的法院系統裡面有任何破口 法官他可以遠距 沒有問題 法官助理或是其他的檢察會可以遠距沒有問題 清潔工哪有遠距 他要去倒本手就是倒本手 他要去接觸到麥克風就是他要去接觸到啊 所以這個部分恐怕還是要不要做一些強制性的安全的維護措施 跟委員報告 那個我們跟那個來承包的這個清潔公司 我們的用語是說我們這樣子拜託或是要求 實際上就是強制了 結果就一樣 你們說我實在有夠佛心 用拜託 還是一樣啦 我是還是不要變成我們的法院是那個缺口 那上次我有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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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人以上確診的話 法院要不要停工 整個法院的行政系統要不要停工 跟 跟委員報告 那個有一個或兩個人確診 那個我們要隔離或是要檢疫的 要居家檢疫的 這些人我們完全 依照疫情指揮中心的標準 那麼其他的人啊 就是我們像辦公室 這個要消毒還有管制進出 這些或是樓層跟樓層之間啊 我 我知道 這個是後續的 我們會啟動 我們會啟動 異地 辦公 跟 居家辦公 你現在弄錯了 你現在弄錯了 如果有人確診的時候 他所接觸到的人群 我們最近不是有高中生確診對不對 他們班上的同學 包括一起打球運動的 是不是所有的人 全部要經過檢疫的系統 那就是同學 那同樣的道理 在法院裡面任何人犯也好 清潔工 如果他是確診的案例 他曾經在哪裡服務過 接觸到的人群 全部要做檢疫的時候 你的法院裡面的審理業務 或行政業務 要不要就此暫時停工 我要問的是這個 不是說我後續做什麼事情 你們這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 跟委員報告 這個有一部分是沒有辦法停的 簡單講 基於665號解釋的要求 法定法官原則 我們有一些有人犯在押的 他就是沒有辦法停 那個是我們要啟動我們的代理秩序 由一直接續的順位的代理秩序的法官來處理 那個是沒有辦法停的 那就是替代方案嘛 我現在就是要問你 你如果因為你基於法律上的原則 有替代方案的話 請問需要經過我們疫情指揮中心裡面 確認說這個是可行方案 還是你們自己做判斷 還是你們請疫情指揮中心來跟你們一起做判斷 有還是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們絕對會跟疫情指揮中心保持聯繫 那麼 就是哪些人需要隔離 哪些人需要居家檢疫 哪些人要自主健康管理 這個我們會 那我建議司法官還是一樣 會有一定的判斷標準 就是疫情指揮中心的標準 接著下來 剩下可以辦公的人力 我們就是依照代理秩序來決定 誰來處理這個案件 你有替代方案 但是我建議你的替代方案呢 還是要合乎我們一級開設的 疫情指揮中心裡面的建議案來處理 因為不管是人權與否 生命權最重要 健康權也很重要 來來您聽我講完 可以聽得出來 你們只是有這樣的構想 但是你並沒有所謂的超前部署 只是議地辦公的部分 可能你們已經做得很不錯 但是呢 我就是跟你講的 如果法院裡面確實有人確診的話 其他的替代方案裡面 到底能不能合乎疫情指揮中心 不要讓它變成交叉感染擴散 你只有管到法院 那個檢察官的範圍或是預警 或者是這個疫情的範圍 或是另外一回事 你沒有把這個弄清楚的話 會交叉一直感染下去 這樣反而會變成一個大的防疫的破口 好吧 請在一定的時間內呢 把這個替代方案做清楚 讓我們了解 好不好 好的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劉世帆委員 那個民主長 你一直強調那個法官法定 現在是說 這個案子當然就是 最後還是這個法官判 這一股的法官判 對不對 不是 不是 如果那個案子 是 比如說有一個法官 他確診了 然後 他 他在醫院待多久 不知道 可是那個案件是不得不進行的 只好由代理的法官來進行 就是進行嘛 就是說最後 但你這樣子 就 縱使最後的辯論審判 也有可能是由代理法官來為之 是不是 是 沒有錯 那這還是要經過你們那個法官自治的會議吧 因此我們要求各法院 在這個禮拜五之前 就要把這個代理次序決定出來 好 好 就每個法院自己自治 我們本來現在的代理次序就足以應付目前或是小規模的感染 但是我們要再擴大代理次序 超前部署 禮拜五出來的話 給劉委員跟本委員會一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中嘉賓中委員發言 我要換場 好 主席 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委機場所長官員 會場公眾夥伴 記者美麗麟先生 大家早安 我剛剛敲來敲去齁 因為我發現 民主長你們桌上有螢幕了嘛 看得清楚嗎 因為我還覺得太小 我本來要請你看你左邊那一個 那個有沒有比較大 你那個有比較好 容易看嗎 是 好 那我坐過去那邊 這樣你比較看得到 這個小螢幕也還不錯 那個 民主長 我請教一下 那個 假設 這樣反而我看不到 我們那個有一個叫做 食品檢驗機構的認證 及委任管理辦法 看得到啦 好 那我先假設一個狀況 假設呢 這個檢驗機構 它是要幫政府 得到政府的授權去幫 譬如說食品工廠的產品做認證 那本身呢 它有政府的許可 那本身呢 假設它的許可是一次四年 起滿後呢要重新的 政府要重新的去renew 看看它的這個 這個檢驗室啊 實驗室是否合格 才再發給四年的許可 簡單講啦 有一個檢驗公司 檢驗機構 它的許可一次是四年 它的營業許可一次是四年 那現在呢 在第三年的時候呢 它的公司負責人呢 因為更換 所以它重新去換證 結果換回來的證書呢 一時不查 重新給了它的四年 本來說它是一二三四四年期滿 政府要重新發給許可 結果呢 它在第三 第四年拿到了一張新的許可 一樣是從第四年 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 這樣你了解啦 好了 那假設 如果政府機關發給這個檢驗機構 一個四年的許可 本來只是負責人異動 應該是第四年就結束了 那請問一下這張許可的效力如何 這個可不可以讓我們行程廳的檢驗長來 來 聽得懂啦 是 如果檢驗機構政府要給它四年一次許可嘛 它四年許可期間 它可以對一些產品發給認證 那現在它在第四年公司負責人異動 所以它就重新更換 結果一時不查 重新給它四年的許可 那請問它這段四年期間 它所發出的認證 有沒有問題 那它的這個新的許可 四年的許可有沒有效 這個行政機關它發出的這個許可 在沒有被撤銷之前還是有效的 沒有被撤銷之前是有效的 那如果到第五年第六年 還沒有被發現 那它發出的認證 它給很多公司認證嘛 那如果到了第六年 有人發現說這個許可有問題啊 它會來追究說 那超出的第五年第六年 它發出的認證 會不會有效力的疑問 因為它給它許可的齁 那這是那個檢驗機構 它所做的認證是 基於這個許可的 所以這許可有效 它的認證就有效 喔喔喔 卸到這裡了 謝謝黃黃 好 那發給這個許可被撤銷之前 這個發給許可的有沒有責任 發給許可的被撤銷之前 對啊 四年啊 應該是給一年而已嘛 是 給了它多三年 你有沒有責任 這個要由這個神個案的事實來看 它有沒有誤發的問題 有沒有誤發的問題 行政機關如果發現的話 要不要趕快把它撤銷 撤銷 那如果是誤發 那可能就有責任的問題囉 有可能是 好 來 秘書長 後面才是我要問的 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 大法官出缺時其繼任人選 任其至原任任其繼滿之日子 這個法條是在民國四十六年的時候 修法的時候加進去的 到了一百零四年修法才拿掉 這樣了解啦 好 在此期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此期間呢 我們的大法官啊 在民國九十六年九月的時候 陳前總統提名了八名 因為他的初上任 那八人團只有四年 對不對 四年從九十 從九十三年開始到九十六年 四年屆滿 八人團已經認滿了 重新要提名八人 但是呢 有四個人因為杯葛沒有通過 後來又有一個人離開 所以就五個人就缺了嘛 八人團的大法官缺了五個 後來馬英九總統呢 在上任之後 他在九十七年的時候呢 他在九十七年九月 馬前總統呢 喊起立法院同意五名大法官的 補提名任命 好看到沒有 九十七年九月十九號 給立法院的資文 就說有缺額五名 根據徵修條文第五條 他從 他就提醒這五個任命 提名了嘛 後來任命了通過了 因為國民黨多數 通過的時候呢 大家看看這總統令 這個總統令呢 是九十七年同源的 十月六九號發的 他直接給他的任期是 九十七年到一百零 對不起啊 我要看一下啊 這字很小 到一百零 一百零五年 但是這本來缺的 這五個大法官任期是 一百零四年 十月就屆滿了 好啦 那先請問一下 這個總統的令 就跟完了證書一樣啊 在當時的法律 所以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 還存在的時候 是補到任期屆滿為止嘛 可是後來的總統令 把它多延了一年 請問這個總統令有沒有效 跟委員報告齁 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 什麼 這個 您是擔任常任法 做人就有法 我這請教嗎 這個很常識嘛 這個部分啊 關於這個 效力的爭議啊 這個恐怕是要 我們大法官來決定 大法官才能決定說 送給立法院的資文 同意資文沒有寫八年 對不對 按照當時的組織法 只能補七年 可是 總統任命的時候 直接寫八年 好啦 如果總統的任命令 違反了當時的組織法 第五條第三項 那 發出這個任命的人 是否要負責 當時的總統秘書長是 是詹博春 是不是詹博春 是啦 是 是沒有錯 是詹春博了 對不起把他名字念錯了 那你認為 如果啦 原任期是要七年 多了八年 那假設大法官在第八年 被解釋為是無效的 那第八年所做的事件 或大法官所為的資權 有沒有效 照剛來解釋 應該是被撤銷權都有效嘛 是不是這樣 以剛的例子啦 對於那個 好 如果任命的這八年 還沒被撤銷之前 這個法官 他縱使做到第八年了 照說是任期間盤要下台了 他在第八年所為的解釋呢 還是有效 假設是這樣 但是索性沒有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發現主治法第五條的 任期地補制的私有法嚴格呢 他一開始呢 他在九十年 徵修條文 通過之後呢 他就做了一個修正 然後呢 到了九十八年 一百零二年呢 分別做了兩次的修正 九十八 九十年 九十八年呢 九十年是做了徵修第五條的第二項 後段跟第五項的後段 是處理第五條的 那在九十八年跟一百零二年呢 是處理第七條 改列為第八條 還有呢 一百零二年是處理第二十二條 之一跟二十三條 好 主席再給你一點時間 拜託一下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他終於在一百零四年了 他把主治法第五條第三項 整個拿掉了 違法狀態就不存在了啦 沒有發生啦 有聽懂喔 本來到了一百零四年的十月 就會出現這五名大法官 他的任期照原主治法第三項 是認滿了 可是呢 這個條款呢 在這之前被拿掉了 所以違法的情況就不存在 所以現在也沒有提起大法官解釋 是必要了啦 就沒有了嘛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喔 為什麼司法院急著要提出這一百零四年 一月要提出第五條第三項的修正 我們看一下 當時的立法理由修法的理由呢 他是說 憲法徵修條文第五條第二項 以民定大法官之任期為八年 不分界制分個別計算 並不得連任 現行就是第五條的第二項跟第三項的規定 或與憲法徵修條文內容不符 或屬重複規定 原語以刪除啊 民署長 這個好像在解釋喔 說我們立法司法院組織法的第五條 跟憲法徵修條文有見嘛 不合嘛 請問司法院的立法理由 具不具有視線的效果 有沒有 你們自己跟我講 這很清楚嘛 司法院的修法的立法理由 具不具有視線的效果 有沒有效力 跟委員報告 這個組織法修正 當時是不是經過規定 是沒有錯啦 立法院也沒有視線的效力啦 我只是說 如果你現在聽一次齁 與憲修條文內容不符喔 你們司法院的修法的立法理由 直接說這第五條第三項 與憲修條文內容不符 請問這算不算一種解釋 一種法律跟憲法衝突的解釋 算不算 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 這個當時的情形齁 我們不是很了解啦 不過 你覺得呢 如果 這個 這個我們不能說我們覺得啦 那個 可是你們當時司法院就覺得這個 跟憲法條文不符啊 就提出了修法啊 所以你們認為你們的組織法 跟憲法條文不符 你們提出了修法 你們覺得嘛 所以立法說明就講了嘛 立法院那時候 一百零十年趕著通過 為什麼 為了避免造成了到了 跨了一百零四年 十月之後 當時違法 違反組織法 第三 第五條第三項 任命的這大法官 就超過那個年限了啦 好 所以您覺得 與憲法宗教人不符 這個具不具有解釋憲法 跟法條衝突的這個意義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目的 如果沒有 表示說 如果現在的立法院 又把第五條第三項修回去 那司法院會不會覺得 立法院的立法是違憲 會不會 這個 這個完全 尊重貴院的決定 不過 有沒有違憲啊 這個是 不是你們所能智慧 也不是司法院的修法理由 可以智慧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同不同意 司法院的修法理由 立法說明 不能等同於大法官的實現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確實是這樣的說 好 那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是的 所以我這裡就有個主張啦 其實在民國一百零四年 一月的修法 司法院所提出來的立法說明 說 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 與憲法正確條文不符這個字句 是侵犯了大法官釋憲的職權 也不具有代表釋憲的效力 所以如果立法院再把第五條第三項修回來 到底有沒有違反憲法正確條文 也不是司法院可以決定的 要由大法官來決定 你們同不同意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代替大法官來 所以我還是要問大法官嘛 好 那我這裡最後跟主席接一分鐘 我要說明一下請倒車回去看一下 看那個嚴格啦 如果說徵修條文 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 在徵修條文通過之後 因為他跟徵修條文內容不符 自然施其效力 那已經施其效力好多年了 在這好多年當中 司法院有幾次的修法結果 有九十年 有分別在八十一年 九十年 九十八年 一百零二年 有四次修法的機會 都沒有提出來 最後趕在一百零四年 當那時候馬英九違法任命的大法官 任期疆界的時候 才提出了組織法第五條 第三項的修法 讓我們不禁懷疑 如果說組織法第五條 是與徵修條文不符 就致死是無效 那這個時候 還好那時候 沒有因為這樣子而下台的大法官 陳水扁時期所任命的大法官 都是補到任期間 沒有他沒有補 有缺額的他都沒有提名 如果他補了之後 補了一年兩年就下來了 那就產生了 照後來的解釋 就應該可以繼續做下去啊 沒有 所以呢我希望 我這個結論就提出來了 請司法院提出一個研究 你們在研究要不要給我們再說 違反法律的總統任命是有下無效 違法時 時任總統秘書長的詹春柏 是要負責沒有 工程會 不過他常是特任官 不是工程會管的 102年司法院修正草案說明說 第五條第三項大法官出缺詞 其既認人選之任其至屆滿為止 與徵修條文 條文不符 那是修憲後就立即不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間依法上任大法官是有法律適用的問題 所以修法之後 該命令是否就合法了 如果照理面前應該是 推翻不響 法律與憲法不符 難道不是大法官釋憲的職責所在嗎 難道立法院的修法立法說明可以取代嗎 這一點請司法院研究一下 那我會有機會再問 謝謝 謝謝鍾佳斌委員 麻煩請司法院研究一下 剛剛鍾佳斌委員所提的問題好嗎 好的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周春銘委員來質詢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想我們今天委員會審查兩個法案的重點 然後一個是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 一個是配合這個修正草案 做的一個組織的一個變革 那這次公務員懲戒法的修正草案全文是高達103條 那大概是有六大重點啦 第一個是改制為懲戒法院 然後第二是建立一級二審的制度 符合四字752號的精神 另外就是強化懲戒實項 補足這個現行出示公務人員搶退休的漏洞 第四是兼顧公務員權利保障 然後修正在省程序符合實務運作 那這個修法的一個契機啦 還有它的必要性及迫性 主要也就是因應我們的法官法 在去年我們做了修正 那在職務法庭裡面 我們也給這個移送的法官 受職務評鑑的法官 有一個一級二審的一個救濟 那這個都是來自於四字752號的一個解釋 四字752號解釋出來之後 我們在刑訴也做了這部分的修正 然後在法官法也做了這個修正 那公務員懲戒法應該就是 為了確保公務員在這個懲戒訴訟權利的救濟 最後應該是最後一個階段 最後一個拼圖了啦 好那現在這個 我剛剛也說過 這是來自於法官法的一個修正要配合 就是法官跟公務員員大家要同步 那有相同的一個訴訟權利的保障 那現在這邊有出現一個問題 大概也不到 因為也不算漏洞啦 這個問題我的提問 那請司法院還有權序部 來了解跟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部分 在我們去年法官法在修正的時候 在法官法還沒有修正之前 其實就有個案 不管是法官的個案還是公務人員的個案 他因為重大的一個為師 然後被停職 有的是涉案 有的是因為相關的一些重大的一些為師 那我們停職後 停職是領半薪嘛對不對 不管是法官還是 法官當然沒有專業加級了 就是他原來的本縫的半薪 公務人員也是本縫的 就是他的半薪 那現在我們在法官法 我們透過個案 我們當然不希望因為個案來修法 但是確實也因為個案讓我們知道 這個法律要去修正的必要性 所以去年大家在審查法官法的時候 大家常提到的這個個案就是 前高檢署檢察官陳玉珍這個個案 所以就是我們在去年法官法修正的時候 在43條第五項 也就是說 實任法官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貪污行為 這個前提是有貪污行為 經有罪判決定或禁職無法庭裁判確定 而受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到第三款的懲戒處分的時候 要繳回他停職期間所領的本縫 也就是說 在法官法43條第五項修正前 事實上之前領的本縫就領過去了 就不用再繳回 那去年我們做了這個部分的一個修正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這個秘書長還有全序部 在公務人員的部分 我們是有停職但是沒有繳回 那這個第一 第一到底要不要去補這部分的一個規範 然後這個程度我們是不是應該也是要限定在一個 所謂的貪污行為再來做一個處理 但不可能是沒有一個符合比例原則 不論說他停職 然後那就停職之後那相關的處分到時候 他就要繳回了 那我想這是一個討論的空間 所以大概有三個一兩個層次的問題 這到底是不是法律漏洞 第二到底要不要修 第三個我們修了這個到底是公務人員奉集法 還是我們可以透過公務人員懲戒法來處理 然後到時候我們修正的方向跟範圍要怎麼樣來定定 來請教一下秘書長 不可以讓我們檢廳長來回答 好 廳長請說 謝謝委員垂群這個問題 這個當時在這個 要朝你這個法案的時候 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公務人員懲戒法這個部分 對 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但是考量到我們公務員 他的那個收入 還有他的這個官階的成績這麼多 他的本縫其實是非常少的 那也會考慮到他的這個基本的 因為他在停職間有一些法律效果 他的本縫非常的少 如果再給他說 之後再給他追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對他的這個 這個比例 手段的比例 是不是跟他的這個生存權的部分 我們要做一些兼顧 那也有跟學者討論過 他們在 所以這部分是沒有參照法官法 把它先放出去 所以這個是明確的修法的一個 你們的研究的方向 所以平常的意見就是說 你們當初在考量 在公務員懲戒法 在修正的時候 有考量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認為 如果有要處理這個問題 是放在公務人員懲戒法 這邊來處理 但是後來你們考量就是說 公務員的薪水的本縫的這個金額 因為當初我們讓 停職的時候 我們要領半縫 也是要維持他 基本的一些生活 的一個需求 好那這個當然有兼顧到 但是現在就是說 如果他最後確定 他是一個非常重大違反的一個 違法 甚至到刑事 案件要負擔刑事責任 這樣一個層次 那我們還讓他去 就是說這個本縫不用繳回 當然這個 之前邱遠之邱遠 他有去提到說 他如果是在停止期間 當然就不能做任何的行政處分 而且這個行政處分 也不是公務員做的啊 這個行政處分出來 是行政機關的名義做的啊 所以沒有像檢林長 剛剛講的那個理由啊 他停止了他怎麼去做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 縱使他去承辦的 也不是他的名義啊 是他的所屬機關的名義啊 蛤 停止期間 因為他就不能夠去 擔任職務 是啊 所以沒有行政處分的問題啊 行政處分 現在是考量到說 他的本縫是比較 都比較微薄的啊 跟法官來比 那如果是比較高的本縫的公務員呢 比較高階的公務員呢 他當然他的 就是說他影響的 如果他違法之後 他影響的層面更大啊 所以你的理由 我到現在還不太能接受 全序部這邊有專門委員啊 那沒關係你們把這個問題帶回去研究 第一個有沒有修法的必要 要不要比照法官 尤其在高階公務員的部分 要不要比照法官做這樣的一個 攪回的一個措施 那到底是要公務員懲戒法修呢 還是公務人員奉級法修 我想相關的一個法制你們再研究一下 第二個問題也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上一屆也有委員關心過 那這主要也是一個司法國事會議的一個結論啊 那我想大概在座的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喔 大概常在事實審跟法律審這邊 大家會覺得很難去區分 那我想這個問題的來 這個問題的一個討論的空間非常的大喔 我記得今天邱遠志委員也在這邊 我先也來分享一些相關的一些 大家關心問政的問題 我記得在上一屆喔 大家在這個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最早大家討論的就是 假官的究責問題 但現在這個問題大家比較少去討論 因為可能還有很大的一大段路要走 另外就是一個再審 我個人在上一屆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的鼓勵法官要再審 要勇敢的開啟再審的程序 要勇敢的去面對你的同事或者甚至你的學長 在做了錯誤判決的時候 你一定要怎麼樣去開啟這個再審的程序 那事實上這個當然是取決於法官對一個個案的判斷 在這部分我們不講 但是我們今天來討論的是制度 如果今天這個一個判決他是錯的 不管是在事實錯了 不管是在事實沒有查 或者是他的法律適用上錯了 我們給他的一個救濟的成 救濟的一個制度 我們還要再去區分於說 你要按你是法律錯誤了 你來走非行上訴 你來尋求檢察總長的一個救濟 那你是事實錯誤了 你的部分你就要你事實沒有被調查到 或哪個事實你沒有提出來 我們就要來走這個再審的程序 我想這個不僅是對於法律人是一個 其實很難去區分 很難明白的去切得開的一個標準 那更何況人民 他怎麼去理解說 為什麼我這個要非常上訴 為什麼我要這個要再審 那這個部分人民沒有辦法去理解 人民沒有辦法去區分 那就取決於說人民對你的司法的信賴度 在這個部分他當然就會大打折扣 他一個案件他覺得他有冤屈的時候 他覺得一個案件沒有被判好的時候 他去找律師 那律師說 他就說那你要提什麼 這要提非常上訴呢 還是要提再審 律師覺得跟你說 這個部分往往也沒有辦法去區分 你就兩個提 你就兩個都提 為了確保你的權利兩個都提 但是兩個都不好提 兩個都不好提 我們來看一下從2002年 2002年大概到2017年15年的期間 大概有98件的再審案件 這期間還有牽得到我們去修正的再審的條件 有98件是獲判無罪或者是輕於原罪 但是非常上訴大概只有5件的改判無罪 也就是這個比例是非常低的 大概在座有職業過的律師或者法官 要提非常上訴成功的機會是 99.99999 所以呢這個制度我們可以去討論 但是我們不希望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我們浪費了太多的司法資源 這當然今天不是秘書長可以回答 但是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實驗訴訟法還是司法院來主導 當然你們會去尊重法務部的意見 尤其是檢查總長的意見 這個司法國事會已經提出來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去走 我們要在這個制度過程當中的修正當中 我們怎麼樣在這一屆裡面 我們再去把後續的應該再去修正 應該再去做檢討了 我們來完備這部分的功能 柳長你剛剛很多題都沒有答了 這題政策題你一定要答 這個我們帶回去研究 我們不敢說一定說能夠做出決斷 這個非常上訴 大家這個大家也很多在場法律人 非常上訴檢查總長 非常上訴會成功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法官在所判決的時候 你忘記了壘犯的規定 或者是你不該給緩刑給緩刑 這為什麼要非常的簽 這個一定要一再叮嚀說 你的前科紀錄表要好好看 你的前科紀錄表沒有好好看 你就有可能不該美犯的沒有加重呢 或者不該給緩刑的給緩刑 這就是法官的夢魘啊 法官就是看前科紀錄表 然後沒有看好 沒有判好 然後被非常上訴的夢魘 他只要那年被提非常上訴 他那年的之前的那個烤雞 那現在當然是職務平等的問題 就會被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瑕疵 會被一敗一敗的拿出來講 這也是這個法官 在他的法官審判身上當中 很大很大的一個傷痕 所以呢 當然不是從法官的角度來看 我們從人民救濟的角度來看 這兩個制度 有必須要把它合而為一的時候了 美务長回去研究一下 下次再問你 好 謝謝 是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周春明委員 剛剛提到 如果是司法國事會議裡面 所提到的部分 恐怕司法院也沒有辦法逃避啦 這個政策上面不是只有演義的問題 而是未來要怎麼樣做改喚 好 保障不管是哪一邊的人權 其實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嘛 好 所以千萬不要迴避好嗎 好 謝謝周春明委員 那接著下來我們請邱顯智委員 謝謝 主席 律師長 那剛剛周春明講了這個再審的案件 我就想到您上次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就是說 我說每年再審是不是平均有10件 那看到他這個數字 2002到2017年98件 對不對 恐怕又更少 但是上次你沒有回答我啦 但是我要一句話沒有跟你講 你參考一下跟我們有相同法治 大陸法系的德國 每年是1200件左右 每年是1200件左右 那當然你可以解釋說 難道就是說德國的 我國的這個司法的正確性 比德國高這麼多倍嗎 那顯然就是說 看起來我國在再審這方面 真的太少太少了啦秘書長 那這每一件都涉及到的 可能是一個司法判決的錯誤 那其實最嚴重的就是 刑事實用法426條 再審必須要向原來的 最後40審的法院申請再審 德國不是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以後再談 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今天法官法修正通過 最重要的一個要件 一個要件就是說 當事人也可以申請法官評鑑 那我覺得您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說司法 就是說我是律師 你是法官 所以我們兩個一直在對話 這沒有意義嘛 就是說不能夠這樣子 不能夠這樣子 我們的法律人都在說 剛才做出女委員也有說 非常上訴再審 一區分什麼叫做事實 這邊有法律 一般的人民 根本就沒了解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其實秘書長你也非常清楚 所以你才寫 在判決書裡面寫出一個非常感動的 白話文嘛 那為什麼你的白話文的判決 會受到法界這麼大的一個關注 就是因為你注意到的這個問題 我們真的很感謝你說 你可以寫一個白話文的判決 一般的人民看法 了解說法官到底是在說什麼 那同樣的道理啊 今天當事人可以申請法官評鑑嘛 那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如何打造一個親民便民有效能的司法 能夠讓當事人了解 我可以來刑清法官評鑑 過去不行 過去還是律師公會啊 還是所有的法律人的團體在申請 現在重大變革就是說 不一樣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很多新政的條文嘛 其中這一個法官法41條之後 規定說專責人員 但是呢 你提出來的這個組織章程第7條 這還是舊的 這跟以前一樣 但是條文你應該改變了 所以 你現在就說 他是要求專責人員 結果你要這個秘書來兼任嘛 直秘就是要由司法院檢任職等的人來兼任 這當然就是說跟本來的這個規定 新的規定 有一點干戈嘛 那你 就是說 是不是 這一個專責人員 就應該要負責從事法官評鑑的工作 告訴人民說 我們真的認真來做這一個法官評鑑 那我要說的是說 這才是我的重點啦 現在當事人也這樣申請嘛 民事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判決裡面 有一個教室 告訴大家說 我們可以來申請 答題目就這麼簡單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啊 教室啊 就是 你在判決書裡面告訴大家說 受判決人 當事人 可以來申請法官評鑑這樣可以嗎 不然的話我不知道說 當事人怎麼會知道 可以申請法官評鑑 委員喔 是 我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教室通常是在解決那個個案 對 比如說是一個傷害罪的案件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那我就要問你嘛 那你怎麼能夠讓我們的八成 了解說 可以讓法官評鑑 因為現在當事人也要申請法官評鑑嘛 你知我知 但是很多的 這個一般的人民不知道啊 那你要如何能夠讓他知道 這件事情 恐怕齁 我們不能在任何的地方都去 對啊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想法啊 你說你不要教室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 就是說他要 法官法35條第三項要求要書狀嘛 對不對 書狀 也是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了民主長 只有我們會寫 人民不會寫耶 人民不會寫耶 那現在怎麼辦 你有沒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我們會設計一些檢疫的立稿 好 我們講立稿有了嘛 立稿這邊有了 之前就有了 所以我說舊法就有一個表格了 給一個讚 這裡 有啊 你有了啦 我知道你有啊 但是現在一個新的法官法 就是當事人可以申請了嘛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 這個表格 還是很抽象嘛 那你是不是可以 對這些無知力者 或是身心障礙者 有一些法律的輔助 能夠讓他 可以去申請 不然症狀 不會要寫啊 你知道嗎 我職業律師的經由跟你分享 我執業律師的經由跟你分享 有很多的人 在我的門外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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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ז 他進來就問我說 你事務可以說台義嗎 你知道嗎 你在雲林天恩職業你很清楚啊 很多人就是很弱勢 而且法律的門檻又這麼高 那沒有辦法寫的人 有沒有辦法有一個法律扶助 請問讓我們那個事情領取廳長回答好嗎 對 好 好 謝謝委員 崔徐 好 那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把我的問題問完啦 再來就是說 評券委員會在 吃法院第二辦公廳的酒樓嘛 但是只有秘書長你知道嗎 對不對 其他的民眾 我們現在是要讓當事人來申請法官評鑑沒有人知道 那我問你 院檢或者是法院的櫃檯 比如說在藍頭地院在屏東地院可不可以來收這個狀 對 委員先生有可以綜合回答 謝謝委員 那首先就是有關於那個宣傳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法官評鑑委員會他有一個裝束的網頁 我們現在因為為了心智的能夠順利上路 所以其實評鑑委員會現在的專職人員 他們現在已經陸陸續續在做這些有關於相關的配置 包括一些立稿提供 剛剛委員提供的這個立稿 事實上是針對限制舊的 我知道 他是給請求人 所以他是設計的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未來是給民眾的 民眾的他會設計的會比較讓民眾能夠了解 包括一些請求的一些流程的設計 然後包括現場的位置的一些設施 包括他們未來要去閱卷 可能有一些資訊 所以就是說那個宣傳就是在網路上宣傳嘛 那我跟你 民眾長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最近去阿里山的封山村 阿里山的封山村 那電信局 我現在還在幫他們處理說 電信局就巴巴封在了 電話到網路是沒辦法移到那種的 你知道嗎 真正弱勢 因為真正強勢的人 知識程度很高 法律專業水準很高的人 我們就不用去幫助了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說 今天尤其是這些弱勢的者 有可能遭受到 要申請法官法 或者是說法官評鑑的問題 最弱勢的人 他贈在輸 他都贈在輸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這樣的人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怎麼讓他知道 我想來想去 如果你沒有在那判學書裡面 就講 我不是說一定要教室 你說教室 上書二十字我了解 那 如果你沒有在那個裡面 也有一個資訊的話 他根本不會知道 而你的說法就是說 要讓他上網 我知道 上網就是說 上網我們也可以看到 法官評鑑委員會 他在高勞 我們也知道 但是沒有上網的人 要怎麼辦 在監獄的人怎麼辦 看守所的人怎麼辦 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的這個組成 我們最後一個 因為時間到了 學者工作人士六人組成 那如果你在這個裡面 是不是說 應該要廣納把其他人納進來 因為你的參審制 這參選員也不可能 是法律人 那你檢察官三人 檢察官一人 法官三人 律師三人 都能切人 你如果說 那六個人 又是法律人 哇 一樣就是我們這些人在講 我們聽得懂的話而已 然後其他的 Outside都沒辦法進來 對不對 所以總而來 另外最後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應該有一個聽證會啦 你的執法 法官評鑑委員會的組織章程 這麼多的執法 你應該有一個聽證會 然後讓其他的意見可以進來 包括秘書長最重視的 法律白話文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一般的八十 了解說 可以申請法官評鑑 我覺得這是重中之重欸 那 如果說一般的判決的門檻都這麼高了 我要申請法官評鑑是 我要去挑戰一個專業知識 是遠勝我十倍一百倍的法官 我要怎麼樣 能夠用一個書狀 然後能夠指出來說法官 到底違反法官評鑑的哪一點 所以我重點就是 市民主長拜託你看 你看一臉啦 這個 到底 我們要如何能夠讓 一般人民了解說 真的 我們真的要來當真來做法官評鑑這件事情 並且能夠讓他真的 可以來使用這樣的制度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的指教 那這些我們會帶回去研究 對但是 但是就是說 應該是說 按照你過去 年輕的時候的臨輝煌 的那一個想法 對不對 那你會感動很多的人民 就像你的白話文的判決書一樣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邱賢智委員的質詢 那麻煩司法院把他帶回去 好像這也是司法國事會議裡面 要處理的一環是不是 法官評鑑的部分 也是嘛 麻煩一下 好 那等一下在那個 林維州委員質詢結束以後 我們讓司法院的同仁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五分鐘 那我已經跟這個 蔡委員提到了 所以蔡委員願意體諒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林維州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秘書長 上一次我在質詢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這個 裁判書 百話文運動 我想你 我也知道您是支持這個方向的 那我們希望繼續來推動 你知道嗎 那一句話 就是上一次我質詢的時候 不是有問你 其實你沒回答 就是說 難為 非無理由 很難講 是有理由還是沒理由 為了這句話 因為我有看那個 新竹地院的過去的判例的判決書 難為非無理由 就是說很難講 沒有理由 所以就是說 有一些理由的意思 對不對 回答一下 那個時候沒給你回答 是不是這樣 這個 就照委員您理解的 我們就這樣好不好 你看 你不敢確定 你看你看這個 這個法律用語 判決書裡面這樣用 你知道嗎 為了這個 我又回去問 這個國文老師 教授 所以為什麼會 難為 非無理由 跟我們白話文裡面 非無理由 這個同樣四個字 剛好相反 他給我解釋 就是在文言文裡面 文言文裡面 常常有 用 同意的兩個字 放在一起 那是一種很特別的用法 同意的兩個字 放在一起 所以他不會負負得正 在文言文裡面 他不會負負得正 因為是同意字 只是加強的意思 所以兩個負的 非無 兩個負的 在文言文的 某種用法來講 就是一個意義 不會負負得正 不會非無變成有 而是非無還是無 這個文言文裡面 有特別的用法 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這個 跟白話文裡面的用法 是完全相反 白話文裡面 你只要是非無 就是有 這個 民眾怎麼會看得懂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已經 沒有這種狀況 有改善了 好 謝謝 我們希望將來不要再看到 尤其這種很特別的 就是說 白話文的理解 跟文言文的理解 他不是只是說 這個字好不好念 或是說這個字的意思 清不清楚 而是會相反 那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好 謝謝 那今天 我們也要談到這個 修法的部分 我想這個 公務人員懲戒法 一審一級 要修為一審二級 我想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將來我們會 繼續在這個修法過程中來討論 那今天我倒是要提到 就是說 這兩天 就是 新店地區有那個 持刀殺人事件 那個事件 對社會造成很大的震撼 尤其 你知道嗎 他有一個影片 不知道怎麼流出來的 就是殺人的過程 影片 然後網路上 或是LINE上面 群組上面 大家都看得到 很可怕的 就他下車 然後走到前面 從背後 就是 用刀子 對這個人 行凶 哇他非常震撼 好他已經被收押了 檢察官是用這個殺人罪 把他收押了 但是 他馬上 這個 行凶者 加害人 馬上說他是 因為他是有精神疾病 然後最近沒有吃藥 所以這個斷線 才會做這樣的行為 那針對精神疾病 然後犯了刑 我們刑法中當然有規定 19條 刑法19條裡面有 相關的規定 可以減刑 甚至不罰 不罰 或是減輕其刑 現在問題 我當然不質疑說 精神疾病 如果確定是精神疾病 或是行為時 他是 無法辨識的 自己的行為 這個時候有這樣的規定 這個是 我想是 大家都能夠支持 只是說 每一次的案件 經過法官的最後判決 人民會不相信的原因 我覺得主要倒不一定是在質疑 本身刑法19條 到底合不合理 而是說不同法官 針對民眾看起來同樣行為 有時候去認定 有不同的結果 這個就會造成民眾非常不信任司法 的原因之一 那我就要請教的就是說 針對這個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這個都是19條裡面的用語 他去認定 一定要經過一個認定 到底是不是行為時是精神障礙或其心智缺陷 司法院這邊 針對法官的不同案件的判決 這樣的認定當事人 就加害人 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有沒有統一的一個標準 給他們 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個標準就是19條的標準 那麼法官怎麼去判斷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拘束他們 譬如說 還有疾病史 或是怎麼樣 這些都是必要的 因為他是 這種狀況 他通常是要經過醫療鑑定 那麼醫療鑑定 他有一定的嚴謹的程序 有明文的程序 這個是專類的部分 醫療鑑定有非常嚴謹的程序 不過我覺得 主要的癥結點 還是在 19條裡面寫行為時 就是要行為時 然後來認定 是不是那個狀況 就不能辨識自己的行為違法 或欠缺 依其辨識行為 而行為之能力 這個行為時 反而是 我認為是一個最主要的重點 醫療史這些專家認定 可能是 參照 佐證 但是行為時是最重要 不能因為說你以前有吃藥 然後你犯了這樣的案件 但是你行為時是清楚的 也知道自己在做違法的事情 然後也知道 能辨識自己的行為 這個時候 即使他有吃藥 有這個疾病史 但是也不一定 不應該啦 認定說 他可以用19條 來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 不是嗎 跟委員報告 在這種狀況之下 就是要做鑑定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 個案的 見證資料 那給醫師來做輔助的判斷 那麼當然包括 他的醫療史 這些都是判斷的資料 好 問題就在說 當不同的法官 針對同樣的行為 同樣可能有疾病史 常常判決也會有所不同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是說 因為法官 他按照法律 然後按照事實 去認定是不是符合19條 到底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 這是法官的獨有的權利 他只要按照這個事實 然後到最後要做判斷 19條法律明文的相關規定做判斷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常常有不同的法官 有不同的認定 不同的心證 造成民眾的混淆跟懷疑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到底要怎麼改善這樣的狀況 不同的法官所做出來的判決 讓民眾難以接受 所以這個到底有沒有方法 你說據明文規定什麼樣的要件 什麼樣的條件 才能適用19條 好像也剝奪了這個法官的這樣子的 認定的心證的權利 獨立審判的獨立心證的權利 規定的越明細 規定的越嚴 會越好嗎 針對要引用19條來做判決 跟委員報告 我們法官學院一直在開設精神鑑定的課程 那麼也做個案的研討 這個我們一直持續在做 將來我們會面臨要參審制、陪審制的這個法律的修改 我想也許那是一個方向 就是說除了法官自己的價值判斷 判斷事實跟引用法條之外 是不是用參審制、國民參審或是陪審的方式 也讓一般的民眾 憑著良心去針對這樣子的認定 可以參與 也許會有改善 讓民眾更信任釋放 我們希望將來 這方面 可以去推動 而且可以改善 這幾年來 常常看到的 所謂的精神疾病患者 然後這樣子的 這個殺人的行為 然後讓民眾更信任 司法 謝謝 我們推動中的國民參審法 那個 國民法官 也就是素人法官 他就是法官 那麼跟職業法官在一起 一起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 委員講的沒有錯 我們要拉近跟國民的距離 那就是我們推動 國民法官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好 謝謝 謝謝林委員 休息五分鐘 好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好嗎 謝謝 包裹 酷 Detective 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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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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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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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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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